今天準備要出差區 電源供應器與線材 帶了 烙鐵鑷子還有其他工具 帶了 三用電錶 帶了 試波器 超音波刀 欸 嗯 啊 裝不下 唉 怎麼辦咧 歡迎來到赤衛邦頻道 這次打算把體積龐大的超音波刀 變成更小尺寸更好收納的方法 改裝過程也分享給你喔 喜歡的話請分享 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喔 原本的電源我已經把它改成插發式了 這樣只可以縮小收納的體積 連接超音波手柄的部分 也試著更改Type-C插頭 測試過看起來是可行的 這樣就可以取代不好收納的捲捲線啦 我們先把捲捲線拆下來 手柄的部分我也改裝Type-C的插座了 打開手柄看看 左邊是超音波發射器 上方黑色按鈕是啟動鍵 綠色LED是啟動指示燈 後面的插座就並連一組Type-C的節點 讓輸入可以改成Type-C連接 外殼的部分也稍加做一些切割跟調整 這樣就完成啦 你看捲捲線的空間很大 我們要取代的線就會小多了 而且會選擇這條線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它的外皮是矽膠的材質 超軟 觸感又很好 接下來我們把主機板拆下來 再來就是想辦法把它縮小啦 連接線也一起拔下來 我們發現背面還有一點維修後的珠和機殘留 這時候可以拿洗板水來清潔 再拿不要用的牙刷刷洗它 你看這樣就亮晶晶的啦 手邊剛好有一個鋁殼 試試看能不能把電路板塞進去 如果主機板裝得進去的話 那尺寸就可以變得非常小了 發現主機板好像有點大 塞不進去怎麼辦 反個方向試看看 還是不行 呃... 今天的分享失敗 到此結束啦 掰掰 好啦 再想想辦法好了 發現電路板多餘的地方還有空間 如果可以裁切電路板不必要的部分 看起來還是有機會可以塞進去的 我們先把散熱片拆下來 我們用圓鋸機把電路板整形一下 先確認好要切割的範圍 做上記號 切割好啦 耶...可以裝進去了 太好了 整個外殼組起來看看 不錯不錯 還有看到一些空間可以裝連接器 第一個連接器是AC插座 是交流電源輸入的地方 第二個是電源開關 我這裡選擇的是有帶指示燈的開關 第三個是Type-C插座 先比看看相對的位置空間是否足夠 左邊是開關 右邊是電源插座 那連接手柄的Type-C插座 就放中間囉 先把電源插座要切割的地方做記號 先使用中心充做記號 把四個要磚孔的點打出記號出來 再來用電鑽裝孔 再來用科模機慢慢的修整 挖出需要的框框出來 最後試裝看看 沒有需要調整的 那就完成啦 再來處理電源開關的部分 一樣用中心充先做記號 再來挖孔 接下來這裡是用階梯鑽來挖孔 把孔擴大 但這裡不是台式電鑽 這是手動的 所以挖孔的時候會有所偏差 要小心確認是否有偏移 再來用科模機修整一下 指示燈也OK啦 指示燈也OK啦 蓋上蓋子確認一下有沒有問題 OK 接下來就是比較難搞的Type-C插座了 一樣先畫出要挖孔的地方 先用電鑽挖一個洞 再用科模機慢慢把它擴大 裝上去試看看 OK尺寸剛剛好 接下來就要煩惱怎麼固定它啦 因為它沒有固定的地方 所以我們要想其他辦法固定 手邊剛好有IC轉接的電路板 試試看用它來做固定看看 我的想法是把電路板做成L型的 這樣就可以鎖螺絲固定在面板上了 這裡打算用焊接的方式來固定 所以先把Type-C的某座背面 用小刀的刀背 把防焊層刮掉露出銅箔 這樣就有面積可以焊接了 接下來我們把它固定起來 再用焊錫把它固定 側邊也加一片來加固一下好了 這樣就有一面電路板可以跟面板平行了 再來找出合適的固定螺絲 因為外殼是黑色的 那我們還是選用黑色的螺絲吧 電路板裝孔 再把螺絲鎖上去 這樣就完成固定啦 看起來是蠻穩固的 持續插把也不會脫落了 最後用熱熔膠加強固定一下 確認一下位置會不會卡到主機板 沒問題我們就來接線了 把原本的電源線解焊下來 再焊接到新的插桌上 記得先剪兩塊熱熟套管 等一下可以做絕緣用 等一下可以做絕緣用 電源插座完成 再來改開關 原本的開關先把熱熟套管切開 量測一下接點跟電線顏色的關聯 確認好之後再把舊的開關轉移到新的開關上面 用熱熟套管絕緣保護起來 再來是連接手柄的部分 在之前已經量測過相對應的電線顏色 要確認主機跟手柄兩邊的線路是要一致的 我們依序把電線剪到合適的長度 並剝皮 把電線先吃錫 電路板上面的節點也先上錫 接下來把電線依序焊接上去 要記得接線的順序不要接錯哦 端子連接的地方都完成了 再來解決有點棘手的地方 原本這三顆功率晶體 它是有散熱片可以做散熱的 但是現在散熱片裝不下了 機殼的側邊也是凸出來的 功率晶體沒有辦法完整的服貼 那怎麼辦呢? 我們先把功率晶體解焊下來吧 再來想想辦法 我們發現如果平躺的話 好像就可以貼合在機殼側邊了 但是又發現一個問題 機殼蓋上去之後 上蓋還是會頂到功率晶體 所以我們把上蓋研磨一下吧 接下來我們利用電線來把功率晶體延長 記得也要用熱縮套管絕緣哦 把電線焊回電路板 再用錫板水把背面的助焊劑清潔掉 這樣看起來就乾乾淨淨的了 裝回主機板之後 把功率晶體放在已經裝好洞的側邊 再用螺絲固定起來 把多餘的電線整理一下 這樣就解決功率晶體散熱的問題啦 接下來來處理主機跟手柄之間的連接 換成矽膠線的目的是為了縮小體積 這樣手柄跟主機就可以用Type-C連接線來連接了 但是連接後發現一個問題 它沒有辦法正常工作 最後發現問題是出在Type-C的連接頭上面 因為基於Type-C的供電協議 所以Type-C的連接頭上面會有一些識別電阻 這些識別電阻會影響到這裡的正常使用 所以我們又找了兩顆Type-C的頭 把電路板上面的識別電阻解焊下來 這樣就沒有識別電阻的干擾 可以電線連接了 我們拿出一條矽膠手機充電線 矽膠線很軟很好摸 而且又很耐熱 你看烙鐵碰到都不會有事 因為我們只要中間的矽膠線 所以把前後兩端的端子頭都剪斷 因為絕雲皮是矽膠比較難剝皮 所以我們小心翼翼的把它剝開 裡面剛好有四條線 剛好是我們所需要的 其中有兩條是一般的電線 有兩條是七包線 我們先把兩條一般的電線撥線吃錫 那七包線怎麼上錫呢? 我們把烙鐵溫度設定到350度 溫度比較高 比較容易讓七包線上的漆融化 再把烙鐵頭放在七包線要上錫的地方 靜置3-5秒鐘 讓七包線上面的漆開始受熱融化 你看七包線這樣就上錫完成啦 再來把電線焊接在Type-C的頭上面 焊接完之後先測試功能是否正常 OK沒問題了 那Type-C的頭怎麼去包裹呢? 買Type-C連接頭的時候 有附Type-C外殼 但我們這裡用另外一種方式來做 拿出可塑土出來 它原本是顆粒狀的 我把它塑形成條狀的來使用 再用熱風槍加熱 可塑土加熱之後 它會變成透明的 你也可以多沾一些可塑土的顆粒 再繼續加熱 等到全部都變成透明之後 就可以用手來塑形啦 取出適量的大小 包覆在Type-C的連接頭上面 還沒凌固前它是透明的 等它冷卻之後 它整個就會變成白色的 在等待的過程中 我們剪兩段熱縮套管備用 等到可塑土冷卻之後變成白色了 我們用熱縮套管套在外面 加熱包起來 這樣就完成啦 最後我們來試看看功能是否正常 把交流電源插上 連接手柄的Type-C插座也插上 打開電源 按一下開關 太好了有正常工作了 我們試著切塑膠看看 OK 沒問題 要切斷電路板上面的線路也非常的容易 削平電路板側邊也很方便喔 最後我們來切紙看看 太好了看起來沒有問題 成功了 比較一下改裝前跟改裝後的大小差異 尺寸相對來講小了好多喔 連接線也可以捆起來尺寸變得非常的小 最後發現超音波的刀頭 它很銳利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拿矽膠管跟熱縮套管來改裝 幫它做一個收納式的保護頭 最後我們再來看一下內部的結構吧 這樣尺寸就可以變得非常小了 收納在背包裡面空間就小很多了 以上就是超音波刀縮小版改造的過程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